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323集 夏小兰买了五张去阳城的火车票 刘子涛才上小学一年级 在于奶奶眼里是个小崽子 暂时在家里住几天 不算破坏于奶奶自己定下的规矩 听于奶奶的话 不许调皮 晓得不 李凤梅耳提灭命 刘子涛乖巧点头 家里大人都要出门 刘子涛从来没有同时离开过父母 李凤梅也舍不得丢下儿子 可有啥办法 她的生意和刘勇的事业都处在发展中 父母努力大半是为了孩子 要像刘子涛以后的日子好过 李凤梅只能硬着心肠 于奶奶脾气适应 对小孩子来说可能会有点怕 但李凤梅知道于奶奶有一说一 人品不错 把儿子交给对方看护几天 她是放心的 大鸟 太给您添麻烦了 这孩子不听话 您该训就训 该打就打 生意越做越大 李凤梅也有点力不从心 她用了全部精力 都不一定能跟上生意发展的速度 从摆地摊到开店到生意火爆 没留着李凤梅多少成长的时间 刘勇也没有父母能照看下孙子 李凤梅娘家那边 琴妈年纪不比于奶奶小 就算能来城里帮忙带外孙 也得有地方住啊 乡下哪里都比不过城里 唯有住的地方一贯比城里宽敞 哪怕再过三十年都不会变 城里的房子面积户型有个变化 八零年代以及再往前 都是老公房 面积小小的 就是国家干部 也是稍微宽敞点 后来出了商品房 国人也是憋狠了 房子户型越来越大 动不动就是一百五十平以上 再后来农村人口往城市涌 房价节节高涨 城里人自己都买不起大型房 又开发出了小户型 到返璞归真 又和八零年代重合了 李凤梅是不能遇见这些 但人都是有欲望的 这钱租了铁路局宿舍 从平房搬到楼房 李凤梅觉得日子变得太好 一年前都不敢想的 人的需求是在增长的 那时候刚进城 有个落脚处就不错了 就是平房里挪个小房间给一家三口都行 日子越过越好 再加上今天这种情况 李凤梅难免会想 要是能有个更宽敞的房子 或者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家的房子 把他妈妈接来城里想想福 那才是真的好 舅妈肯定行的 再过两年 您和舅舅在商都买套房 挑自己喜欢的楼层和大小 夏小兰说的可不是玩笑 李凤梅很重视外甥女儿说的话 反正迄今为止 夏小兰说的话办的事 事实证明都是对的 真能有那天 我们也能买城里的房子 夏小兰点头 嗯 别说房子连户口都能买 就看您到时候想不想当城里人 农村人使日子过得苦 才盼着脱离农村当城里人 要夏小兰说啊 手里有钱了 是哪里的户口没差别 当然 将来教育医疗资源 大幅度集中在一线城市 为了后代着想 京城户室的户口还是挺重要的 她自己肯定没问题 要不要带着大舅一家 还得看刘勇和李凤梅 自己的意愿 连户口都能买到 李凤梅口干舌燥啊 那她就要拼命赚钱 她和刘勇无所谓 一定要给儿子刘子涛 买个城镇户口 夏小兰考试完的第二天下午 一行五人就上了去阳城的火车 而在河东县 刘芳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梁炳安没能由傅转正 还在会议上被带走 单位上的也看不懂这操作了 不是要提局长了吗 咋还被带走调查呢 这种调查 不死也要脱层皮 单位原本的局长 就是被带走了 才有了梁炳安要上位的风声 可见梁副局长 多半也是要完蛋的 哎呀 可惜那上好的信仰毛尖了 之前有多么热情奉承 现在就有多冷漠 争着找梁炳安汇报工作 不是 其实呢 我和梁副局长不太熟的 梁炳安被带走的时候 刘芳一点都不知道 他最近走路都发飘 要不是梁炳安警告他要低调 他肯定会买一堆东西庆祝 等老梁当了局长 他就去找夏小兰 把那一万块钱要回来 惧怕过去 可更多的是心痛 一万块就那样白白给了夏小兰 刘芳很势不服气 既然老梁能升官 说明夏小兰的对象也没多厉害 樊振川倒霉 那是樊振川坏事干多了 他家老梁可不一样 工作上兢兢业业的 早就该被提拔了 樊振川被抓 和东县好些人被牵连 空出来的局长职位 是老梁的机会 梁欢说要买新衣 刘芳也叫女儿忍一忍 等你爸的任命下来 想穿啥马都给你买 梁欢不在乎 爸也真是的 都摆上钉钉的事了 这么低调干啥 学校里的同学都知道 他爸要当局长了 从前奉承繁寒的人 大部分调转头 讨好梁欢 梁局长的女儿 梁欢顶着这个头衔 在学校更受欢迎 要不咋说 樊振川祸害一方呢 同样是县城的高中 安庆县一中的风气 就要比梁欢的学校好太多了 安庆县一中 有没有干部家的小孩上学啊 肯定是有的 但安庆县一中 没有这种拍马屁的风气 干部家的孩子也得低调 那个被夏小兰搞得存在感极低的年级第一 就是安庆县领导家的儿子 学校里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夏小兰长得那么漂亮 也没谁整天追着他跑啊 学生只能比学习啊 好多男生都不敢和女生多说话 吹捧校花这种事 安庆县一中的学生 没经验 一个地方的风气不好 耳濡目染的 连十几岁的高中生都学得适顾 梁欢提前享受了众人的奉承 就等着他爸的任命正式宣布 他现在是局长的女儿 他爸还年轻呢 过几年说不定就成了县长的女儿 那要是再当上市长的女儿 梁欢觉得夏小兰再漂亮 也比不过他条件好 谁叫夏小兰不会投胎呢 起点输了 一辈子都比不上他 梁炳安被抓这事 还是梁欢爷爷先知道 梁家在河东县 是比不上樊家 可梁欢爷爷 却也是国家干部退休 没人通知刘芳 却有人告诉了梁欢爷爷 梁副当时就有点心梗得症状 梁欢奶奶给他吃了一把药 梁副足足缓了半个小时才说话 平安这次危险了 你去打电话 把平安媳妇叫来